《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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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再次翻圣经了 我们Remnant最仰慕的有一些圣经伟人 约瑟 但尼里 撒摩尔 大卫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们的家庭并不完美 你们有没有发现 反而他们的情况是 他们的家给他们很多伤害 约瑟是这样丢在埃及 各位有没有被自己的哥哥们陷害 撒摩尔是从小母亲就把他放在圣殿 然后他自己学习神的道 神的律法 当中怎么听到神的声音 各位有没有发现 大卫是 父母亲都没有看中他 哥哥们全部就是在扫罗的军队里面做军人的时候 这个去牧羊 叫他看羊 因为孩子太多了 所以他自己在看爸爸的羊圈的时候 我不知道一个孩子这样的时候 我们每次想 如果父母不看中孩子 孩子就自卑 对不对 我们很多这样的道理 所以你要看中孩子 但是有时候 我们自己也没有这个能力做到 然后我们就想 哎呀我的孩子是不是 我给他创伤 所以他不能有成器 各位不用这样想 因为大卫呢 他是这样做当中 那个狼啊熊啊狮子来的时候 他自己领悟 我就这个神把我放在这个地方 他心里面有神的道 这是第一对不对 神与我同在 然后第二 我怎么在这个当中 石头拿起来 那个诀窍 他就学到 怎么打跑熊跟狮子 你们有没有发现 他在自己 上帝放着他的那个出警挑战里面 他领悟出圣灵 教灵他 圣灵怎么指教他 昨天我就晚上跟我家人出去 我跟师母就看着这孩子 师母就说 师母这孩子也太幸福了 所以他们很脆弱 父母什么都为他们想 所以我们上一代的 给孩子吃点苦 吃苦就会坚强 我们上一代的人是这样想 对不对 我们上一代的比如这样说 但是其实吃苦就坚强吗 我后来我回去我就想这句话 我说不是吃苦就坚强 因为这个世界吃过很多苦的人都有 但是他们都不能拯救这个世界 所以一个孩子 或者一对情人 夫妇 两个人要坚强起来 因为他们 在他们的时代 他们家庭里面的问题 有自己的挑战 他们自己要受圣灵教诲他们 圣灵教诲 圣灵指示他们 他们自己懂 对 我面对这样的难处 我自己要受圣灵指教 而面对这个事 所以我在家庭带领的时候 没有关系 孩子是生在这个时代 父母应该要爱的爱 帮助的帮助 他们有时候也脆弱 我们有时候也看到他们 比较慢一点成熟 never mind 帮助他们 但是你要给他们指出一条路 孩子 你要怎么受圣灵引导 你要怎么受圣灵引导 以前我的女儿呢 她去学校 朋友欺负她的时候 我说神与你同在 孩子 神与你同在 她说 神与我同在了 OK 去了 回来 爸爸 我的好朋友还是欺负我 今天拿我的东西 今天丢我的 神与你同在 再去 今天她会打我一下 然后跑掉 她还是不懂 OK 我在 孩子 如果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 若不是神许可 没有人能够动到你一根汗毛 我这样讲 对不对 没有人能够动到你 但是如果你的朋友 怎样对你的时候 你要找出神与你同在的时候 她怎么帮助你 她指教你什么 你自己找出来 我不活在你的学校里面 我不能教导你 但是你自己祷告 可能你应该 直接跟朋友说 stop it OK 或者你怎样 你自己 如果你觉得那时候 你受不了 你告诉老师 也可以 对不对 或者你自己忍受当中 不然上帝造成一些事情 会停止这件事情 这个我跟你讲 the possibility is here the possibility 但是你自己要找出 主怎么带领你 你听得懂这句话吗 我是给各位一个例子 那后来她自己就去的时候 有一天她受不了了 她直接跟朋友说 You should apologize to me 你们应该向我道歉 哪里来的胆量 她这样一讲的时候 朋友就停了 所以我说 孩子你学会了 你明白吗 这是一生里面 只有一次你经历过 你的一生里面 你很多的挑战 你会遇到 但是爸爸不 只能跟你说 神与你统宅 圣灵会指教你 但是你自己要领受 圣灵的教官 因为我跟他说 爸爸没有读过神学 没有读过博士 但是我每一次 面对很多的群众的时候 我要怎样的 我就说 上帝啊 我又不是书虫 我也不是doctorate 那我什么东西 都装在头脑里面 我只懂这么一点点的东西 一点点的东西里面 你只教我 教我现在面对这个挑战 这个特会的时候 我能够应用出来 你放在我心中的那个道 我能够连接上 有各方面 圣徒们需要的那个真理 所以呢 我这样祷告了 圣灵指教我 所以我自己领悟出一个诀窍 你们了解吗 我们的夫妇 婚姻生活也是 我们自己领悟出一个诀窍 在主给我们婚姻的挑战里面 他的个性 我的个性 怎样 我们怎么交通 沟通融合 理解 这个是你自己要领受的 那个原理是可以给你们 丈夫 爱妻子 妻子顺服丈夫 跟孩子要怎样的权柄关系 不要惹她 这个是principle but the real thing the real thing 叫人能够自己从圣灵 领会他的引导 对不对 那个从真理 圣灵引导 在那个实际的情况 你过关了 感谢主 从那时候起呢 你有一个秘诀 家里无论什么事 这个家庭里面有祭坛 我们怎么祷告 神怎么与我们同在 这个问题不出三天 会离开的 各位了解吗 我的家庭是这样带领的 我给各位看 并不是要每次讲我家里的事 因为现在讲家庭信息嘛 但我很难 我要把我家里面遇到的很多的问题 难处 讲的时候 我们弟兄姐妹会理解 对这是一个实际的东西 我们不能单单观念懂 因为现代时代变得太快 孩子的性情也在变 你遇到的挑战 事业各方面的忙碌 前天冲到你的时候 你要怎么面对 就是你自己领悟出来